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即时新闻现场 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今天是南投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目前两个人的票数都超过了有3万票 差距大概在1万票上下 而蓝营预估了投票率大约是4成5左右 当选门槛大约是4万票 而目前双方的票是呈现一个拉锯的状况 国民党候选人林明珍的竞选总部 现场的最新情况是如何 我们立刻透过连线请记者王百英带没关心 林明珍他的竞选总部也就是在县立体育场 在稍早大约是4点20分左右 现场许淑华他也来到了这边要替林明珍加油 除了他之外也可以看到陆续有不少的支持者 他们也是坐在这边紧盯着台上的电子看板 要来看最新的票数 其实双方目前都已经是突破了3万票 可以看到尤其是在这个 林明珍的票数是大约有33564票 至于蔡培会者是34627票 其实两者之间大约是只有1000多票的差距 相当的小 也是紧追不放的一个状态 其实目前所有的投票所述是有253个 已经有202个是已经开完了 至于未开的是51个 国民党这边他们所预估今天的投票率 大约是有达到4成5左右 加上今天的天气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投票也是蛮踊跃的 而稍早之前在现场许淑华表示说 由于南投市可以说是蓝营的 本命盘也是他们的票仓 不过以目前开出来的票数 和他所想的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距 不过随着待会 因为目前还有50个投票所 是还没有开完的 所以还会有一些变数 至于待会的整体的开票结果会是如何 记者在这边会随时为您掌握 主播